是離M的 第二天 12點10分 誰知Body Fat是上升了 所以我就馬上覺得很猛狀 很不開心 因為過去一個星期 我這麼努力做運動 就算離M連續 離足這麼多1M 我也有繼續去做運動 但是 為什麼出到Body Fat的時候會變得更高 今天是4月15日 來到腹肌挑戰 第十幾天 今天是星期五 我來到這裡 拍AIRSPACE的廣告 昨天為了要拍這個廣告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我上一個運動Vlog 就是昨天拍的 我為了拍這個廣告 我做了1小時的Cardio 再加1小時的Weight Training 希望今天的影片會更加好的效果 現在就穿上自己的衣服 然後就來記錄一下 我現在的腹肌的狀態 平時在家拍的效果 腹肌的線條就明顯一點 因為現在的彩光比較好 拍的時候就沒有太大 那麼厲害的陰影 但是也順便來記錄一下 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就順便拍完這個AIRSPACE的廣告之後 記錄一下自己的體態 然後就叫Nicole幫我拍幾張照片 然後就留個線影 留個紀念 加上我上次就有在Vlog的challenge說 就是我很想穿這一套的衣服 現在就來看看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Nicole就在這裡 不過她就沒有化妝 她就不出鏡了 找個漂亮的位置拍照 坐在這裡 你是不是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 其實都可以給大家真實看看 我如果穿這一件衣服坐在這裡的時候 會是怎樣 這樣 我 很漂亮 你會不會有肚腩嗎 沒有啊 蛤? 你有沒有 可以 撐著你 可以 可以 腳腳一點 還是我打開了 可以拿到裡面嗎 真的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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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腩啊 我為了拍這條片 我沒有 只有一點點東西 只有雞蛋 四塊番茄而已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沿途直出 嘩 這個最後在你那個close 很看 這條片就放上去 close it 嗚xxxxxs 大家記得一起跟我做運動 身材fit-fit的時候 everybody有更加自信 自己也喜歡自己多一點 開心一點 你還在做運動 對 我拍了幾次做 我還沒穿回我的褲 你不是要再拍一次這樣捱我嗎 BYE 今天是Leanne的第二天 所以其實狀態不是最好 我現在身體是有點浮腫的 如果沒有浮腫的話 相信效果會更加好 所以可能也有女生會問 如果period的時候會不會照做運動 會不會粗呢 我是會的 所以剛剛在便利店買了tampon 做運動的時候我也是會用tampon的 今天太趕著出門口 沒有帶出來 所以剛剛買了 s what has it thought to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a dream i don't know what this means time has been slow in Hello 大家好 我剛剛這個其實我辦公室 就在那裡斜對面而已 那這裡走過其實真的十分鐘 那我上完pt 之後就回了去出片 那我就極快的 剛剛也看到穿著這件衣服 那我就在外面加一件皮褲 我馬上衝回office出片 那因為還有一些封面 還有一些caption還沒搞 那現在呢 就已經是11點多 那就回來這裡 來review一下 一個星期其實呢 很明顯 我覺得自己瘦得 就是我這樣站在這裡 現在都 雖然沒有日光 你也看到有陰影 其實消瘦了不少 特別是 大家可以明顯看到 這個位置是不是明顯 我現在要這樣 必先有一點點出來 我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因為現在 周圍都沒有人 哇 這麼方便啊 這樣拍片 yayyayyay 還有大家呢 其實離遠看呢 看到我個人消瘦了之後呢 那些手腳呢 好像撩長了 看上去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覺得 我感覺好像看上去高一點 我今天的狀態是離M的 那 已經做完pt了 其實我只欠30分鐘 在我的Cardio 所以 我打算慢走30分鐘 那就算了 那就不要太吹 因為明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 那我明天都自己可以用完整個Dream Room 基本上是 哇 這裡真的很棒 我自己一個用完 那 現在是 我好像第一次晚上在這裡做Dream 還有晚上在這裡拍片 很漂亮的景色 來晚走啦 因為免得太厲害 就是自己都 出血出得挺多 那 好 我要走啦 簡單的 慢走 就35分鐘 然後有一點點寒 那就 少少頭暈 因為 真的剛剛大家看到pt的時候 都會有少少低糖的情分 有少少暈 那就吃了朱古力 那回去辦公室吃了少少東西 那 所以就選擇了慢走啦 那現在都 OK的 那去辦公室收拾了些東西 OK 星期六日 明天就自己一個操 好啦 謝謝大家 Good night 12 今天是 4月16號 那昨天就有點不舒服的 然後就走 跑步機走 有35分鐘左右啦 那星期六呢 就跟大家update一下 我現在這個最新的情況啦 那大家剛剛看到我身形呢 就是 現在最新的情況來的啦 pt呢 已經是 7次的啦 那 我的pt呢 對上一次join 就是 我就 買了10次的pt 那現在已經來到70%啦 那整個效果來說呢 我覺得 算是挺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呢 最後那一個星期呢 還可以有明顯多一點點的腹肌 那所以呢 接下來下一個星期呢 我會更加 對自己更加嚴格啦 那在運動方面呢 都會更加的 努力 那其實呢 我今晚就約了 那班朋友吃飯的 那吃完飯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會晚上去gymroom那裏做運動 那如果去了的話呢 就會再拍給大家看啦 因為其實本身呢 我就是習慣下午或者早做運動的人來的 那但是大家都昨天看到我的狀態是不太好 因為到現在我是第三天來M啦 那所以 再加上一連串密集式的upload片啦 十天裡面好像已經up了第六條片啦 那所以其實真的很忙的 再加上密集式的pt啦 那所以其實今天的狀態呢 都比昨天好 但是就有一點點 都是有一點點不舒服的 有一點點頭暈頭痛 那剛剛就吃了palladol 那但是呢 我自己知道 應該是 剛剛下去買咖啡的時候 吹一吹風 有一點點頭痛 再加上密集式的 但是呢 做運動 就不會太脆 但是都會keep住去 就是 等自己不要放棄 那樣 所以呢 今晚都應該會是照常會去做運動的 那但是就不會是太脆啦 那就 除了update自己最新的狀況之外 那現在因為星期六的關係啦 我每逢星期一才量iBody的 那去到星期一的時候 才可以更新到那個 實際上面的數字變化給大家聽 所以呢 星期六日就是一個個人訓練的時間 也都不可以miss的 那一定要加油啦 現在就再跟大家 仔細地去看一下我自己的身形 那一樣啦 對比起上個星期 大家見面都啦 我現在放鬆的話 就是這樣的 穿起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 穿起的時候 都看到這兩個位呢 明顯很多的了 那我再用力 給大家看 那如果用力 穿一點線條出來的話呢 效果就是這樣啦 那大家應該會 比起 明顯上個星期呢 分別真的大 那手部的線條都明顯了的 那至於屁股的線條 這個就下個月的challenge 再跟大家說啦 那但是就 我們這個月 就先集中 在腹肌的challenge裡面 這個就是我最新的update 那... 唉 覺得自己有點不太在狀態 可能因為真的沒有m的關係 晚上再跟大家update 然後星期 今天星期六 那明天我想會拍一條詳細一點的影片 去說一下我最近在學一些什麼 新的動作啊 那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就想多一點時間自己休息 那... 好啦 我們晚上做運動的時候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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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去完朋友家裡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 這個情況也好了很多 大家記不記得我今早就吃了頭痛藥 現在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可能是真的攝親的關係 就像老人家一樣 吹一吹有一點點頭痛 那... 現在m的情況 那... 因為剛剛吃得很豐富 那...完全沒有頭暈頭痛 不舒服的感覺 那... 所以感覺上呢 今天是可以粗得行一點點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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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週是埋只國שה Ei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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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份... 那兩個星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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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動作我姿勢 技巧掌握得不好 所以教練主要過人來的時候 溫習一下這些新的動作 而且上一條影片 第二週的影片 有展示給大家看我平時做運動的routine是怎樣的 所以今天打算來拍一下一些新的動作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那個gym room是開著燈的 Fitting room 裡面有幾個位置開了燈 有機會下面是有人的 所以就在二樓上和大家錄製 因為我怕下去 突然間要自己對著鏡頭說廣東話 我怕會有點尷尬 可能一會兒就拍給大家看 有機會下面是有人的 好了 我們現在下去吧 在二樓上十分 零時十分 我也要離開了 我真的 不然明天真的努力做運動 好啦 我們今天的vlog就來到這裡 明天會再跟大家講得詳細一點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 我基本上這個時間是沒有地鐵 沒有的士回去的 因為我的辦公室和我的健身在弘大 這裡太多人喝酒了 所以是沒有辦法可以跳到的士 所以我一陣就要走回家 所以今天早點走 明天再跟大家說 YA 現在又來到星期日的夜晚 衝完今天之後 明天就會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每逢星期一就是查這個inbody 明天就會再給大家看 第3個星期裡面減了幾個體值 上個星期就是3.4% 這次車球不是太多 我對上一個星期查是34.4% 那我希望今個星期可以去到21% 20% 我現在應該不是20% 我估計明天可能是21% 22%左右的體值 因為頭一兩個星期 體值會比較跌得快一點 那去到第三個星期 我自己是希望去到21% 22%這樣 看看跟明天的結果出來 差得遠不遠 那現在已經踏入到差不多第三個星期 那第四個星期就是完結了我這個 整個一個月的session 差不多是 那今天是來到第17天 那我PT總共是報了10次 那大概四個星期左右就會完結了 那我想去到下個星期的23左右 我就會完完我所有的PT 22號或者23號左右 那去到22、23號 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自己的體值跌到20% 或者19%是最滿意的 那看看自己行不行 那就要看看明天的inbody結果是怎樣 因為我也不想說下個星期太辛苦 那如果明天還是23 這樣的話 那我就希望 21就合格 那 那 那就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那今天呢 就來星期日的exercise PT的期間已經差不多就完結了 去到第四天左右 這樣出血的流量 也不算是很多 大家都會看到 我星期五、六主要是集中做一些背脊的練習 那今天就差不多來到PT的尾聲 那就可以陸續做一些大腿 或者下肢相關的團體運動 都可以陸續加入 那Cardio也可以做多一點 兩天練了上半身 那都其實都幾明顯的 雖然不是很多肌肉 但是都 你看到一些肌肉的線條都幾明顯 還有一些酸痛的情況 那今天主要練 屁股和主要練大腿肌肉 那因為沒有人的關係呢 那就可以脫口罩這樣 然後很free 還可以大聲唱歌 久不久都是自己 叫我去唱歌 我試過拍片才知道 突然間有人有什麼意思 那我剛剛走完大概10分鐘左右的熱身 那我完全感覺到個人的精神和狀態是比前兩天好很多 即是昨天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第二天真的 大家可能會看到我 沒什麼力氣 然後有一點頭暈 不舒服 現在是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可以激烈一點的一點運動 都可以 我現在已經開始出汗了 OK 剛剛做完幾組的lounge 然後現在就做dead lift 平時dead lift在有教練的陪同下 我會用那一組的器材 那一種的器材 就可以加一塊餅上去 之前就做到48kg 但如果我自己個人訓練的時候 我自己還是因為我身手 那我就沒夠膽自己在沒有教練陪同下做那麼重 那我平時主要自己做dead lift的話 就20-30kg 我估計明天就會加一些重量去做 因為上一次 星期五PT的時候 教練知道我來M 所以也是做上本身的運動比較多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這個dead lift 現在沒有任何人在gym room裡的時候 怕自己弄傷了 所以就不再練更加重的重量了 我們做了squat loungers 做了dead lift 之後我們就來做一個leg press 做完leg press之後 我們做了團推 所以hate truss之後我們就完了 之後就可能做30分鐘的跑步機 那我就完成今天的訓練了 對於大家是不是很天方夜譚 不敢做這麼晚 但現在已經是來到 3點05分 那我訓練nick press的方法 其實它有分腳怎麼擺 擺上面 所以我做了一段時間 就主要沒有記錯了 就是屁股的位置更多 那有些人就會分開一點 有些人會放一點 有些人會放一點 那就看回革命的安排 和自己個人的訓練去而定 那通常我自己就會放雙腳高一點 用點頭來磨 bit 是屁股的 放雙腳高一點 來的 好 我覺得這個儲量就是適合我去做 不算十分吃力 但也挺吃力的 你看到我現在的臉都紅了 真的用到大腿肌肉的發力 但如果真的要挑戰 再重再重一點的 都說過了 因為我身受關係 我還是要夠膽去教育普通的禮拜 才夠膽 再加上去 又或者大家繼續去看我的 做運動的話 那遲下我做到的重點 應該會更加多 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對於鍛鍊身體來說 整身的平衡都很重要 下一個目標其實是主要去練臉部的線條 所以今天會做少少基本的 團推的動作 Heatrest的話 我自己也不是做到十分之重 而且 真的要再多加苦工 簡單地做三套就算了 好 現在打電話給朋友 然後朋友教我 設定好這個環境 所以我不需要受安全的限制 剛剛國字45磅 對我來說有點辛苦 馬上換回國字35磅 即是70磅左右 好 你借關通資訊 我的朋友跟我說 到最後那一刻 要維持一維持 做一個等長手縮 對肌肉的刺激度 就更加增加 對肌肉的刺激度 好 今天星期日的運動 應該是Vogue的第三天 給大家看我這個週末的運動 還有在Liam的時候的訓練 今天身體已經回復到80-90% 所以就開始做一些團腿的運動 我們就做了 我就做了Squad Lundress Leg Press 還有Hip Thrust 做完這四樣東西之後 最後就來做一個 30分鐘的大洋運動 現在已經來到11點45分 我自己沒有來沒有去 跟朋友吹一下水 已經11點45分 做完都12點多 我的Vogue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一個初高的心態 去拍校的日常 就記住 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樣 去做一些相同的動作 又或者你也是初階的身手 就記住去報PT 又或者多些參考 其他更加專業的影片 因為我也是一個摸索的階段 大家記住 如果一些有關於更加專業的動作 就記住好像我這樣 打電話問朋友 問一些我的朋友 是有拿牌的一個教練來 所以這樣就會更加好 大家去留意 如果大家在Period的動作 主要都是集中 好像我剛剛一開始這樣說 去做相本身 還有我的朋友 也想提醒大家 就是 如果好像我這樣 已經去到第四五天 差不多就算尾聲的時候 也要小心去做一些下半肢的動作 有機會會令到子宮出血會更加多 所以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也要更加小心 所以我頭幾天 真的會盡量去避開做一些下肢的動作 這個大家都要注意 好 那我現在去做這個有養運動 耶 還有這三天 大家會看到我的身體 感覺會比較厚一點 沒有之前那麼乾身 然後 因為其實 做女生都知道 來M的時候 那個腹部 特別是腹部的位置 這裡 大家這幾天看到我 雖然吃得很清淡 但是這些位置會比較脹一點 還有整個人的感覺 也是會脹一點的 還有朋友仔 再說一件事 就是 大家去做 來M的時候 去做一些 可能好像去到我這樣 來到period的尾聲 想開始 pick up一些下肢的動作 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去做一些 穩得太厲害的動作 剛剛我也有問過朋友 做weight chain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穩的嗎 他就是說 重點就是 去做一些weight chain的時候 不要做一些 比起平時你做的重量 overweight的一些訓練 例如可能我 deadlift 平時做25kg的 就盡量避免在這些日子挑戰 可能30 35 或者40 這樣做上去 這些就為是穩的動作 如果你平時做25kg的話 那就可以 你想 pick up 開始做下肢的時候 去選一些 比平時差不多的水平 又或者再低一點的重量 都可以的 這就是來自我教練朋友的意見 好 看看我的頭腿 我自己也很害怕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新手 大家應該 大家應該看到 平時我拍的Vlog 最多都是分享 很累啊 好辛苦 哇 出汗了 因為這些是比較主觀的感覺 那我就會比較樂於分享 至於一些客觀上少少的information 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 認識的 真的實在不多 就只可以分享一些 我自己比較主觀的感覺 希望遲下的日子可以認識多些 之後透過我的workout vlog 或者過多兩三年 這樣佔有所成的時候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加多 因為做運動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不要少看它的威力 有時候特別是做一些重量的訓練的時候 其實只要你少少健身室上面的意外 又或者是你用錯力 其實弄傷的話 後遺症會很大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建議一開始 大家女生想去學健身的時候 報PT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渠道去認識健身 大家知道我們做這些大洋運動 主要都是走多 要不就是走斜路 最多都是會快一點 除非你真的要很快的時間 減大量的脂肪 才會開始跑 就算跑到一段比較短的時間 因為長時間跑真的很辛苦 所以大家不要把這個有洋運動 我覺得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 其實慢慢開始做 不過一開始都是 可能嘗試10分鐘15分鐘 少少急步走 就像我現在這樣 然後可能做多半個月 這樣就可以調節一些速度 一些斜度 這樣個人就會舒服很多 而且不會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好 那我現在就慢走慢走 差不多20分鐘左右 因為明天還有一個PT 所以現在就早一點回家了 好緊張 明天就要公佈這個in body的結果 到了第三周 減了多少體脂 和增加了多少肌肉量 明天開股 Good night 嗨 大家好 早晨 今天來到4月18日 今天是星期一 現在已經差不多12點半了 因為我做PT是1點的 我現在就要快點塗完唇膏 然後就要迎接這個in body的results 大家有看到 我這幾天都是來M 今天就差不多完了 今天或者明天 大家會開始看到我陸續減退 水腫會是 其實我今天也覺得自己沒有浮腫 對比起昨天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就是放鬆的情況 就是放鬆啦 皮膚的那個 嗯 腹度呢 都俏了一點點 我覺得 那 好 用力 對呀就是這樣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做这个运动 那就check the in body go 我的body fat好像高了 好像发生什么事 明明很努力在做这个运动 很坦白 今天就刚刚check完这个in body 今天是我做运动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心情 刚刚大家看到check in body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断了 没有拍 就是因为那个效果是未如理想的 谁知道那个body fat是上升了 所以我就立刻觉得很猛烈 就是很不开心 就因为过去一个星期 我这么努力做运动 就算离M连续 离足这么多一M 我都有继续去做运动 但是 为什么出到body fat的时候会高了 因为本身我上个星期的表现是很好 那我就由body fat是由27.4%跌到24.2% 那就跌了3% 那第一个星期 那第一个星期 我的表现是很好 怎知道 weekend的时候 我自己都在说 自己给目标 是希望去到23% 22% 甚至最好的 可能跌多2-3%的脂肪率 那怎么知道呢 今天的body fat是去到26.1% 那我就觉得 就是在数字上面都很失望 那教练也有不断安慰我 跟我说 其实 数字来说 不算是最重要的 那你看出来的效果 你身形如何 那其实我也觉得 我自己 那个身形是OK 进展是理想的 那我但是没想过 因为其实我三样东西都很紧 第一 那个眼睛 实际看出来的效果 第二 就是数字上面的效果 第三 就是如我所说 我能不能满足一些我想穿的衣服 三样东西我都是 原来我发现 我自己比自己想想中是这么重视 那 那 一路做运动的时候 教练也一直安慰我 而且一路在说一些 就是为什么body fat会升了 为什么肌肉会跌了 这样的原因 那所以 一路做的时候 都觉得有点点委屈的 就是想下去的时候 有味道眼濕濕的 但是 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 很容易哭的人 但是 无论做多辛苦的运动 我都是越战越勇 那一类型来的 那我不会因为辛苦 所以想哭 但是 刚刚就觉得 为什么我努力了 一个星期的body fat 竟然升 然后我跟教练 他讨论了很多的东西 第一 就是可能 尼尼的关系 那 那个食量是多了 那 虽然我是吃得很清 但我份量是多了 那第二 就是 因为在这个星期里 我真的有吃到零食 就是 心情很复杂 就是 我自己想 是想得出 找得出原因 但是 也有心有不分 就是我自己这么努力 所以我有一点 没有上线 就是 吃的食物 多了 但是 未至于升 升 2% 我预计自己 跌2-3% 之后 就 想到有点不开心 整个运动的过程 所以 刚刚 PT是很努力 做 之后 一完整了PT 我做了1小时 做完整的Cardio 那就出汗了 那现在就 坐下 和大家在这里分享 为什么 会 Body Fat 竟然没有跌 反而升 那就是 在我这个很冲击的情况下 就 传了几个Message 给身边的朋友 跟着 大家的朋友 都说 你是不是偷吃了什么 的确是有偷吃的 但是 心情很复杂 就是 我有吃到 我也是吃一点 但是我 相对地 其实我也付出了很多汗水 大家应该看到我 连续三天 我也是晚上做到凌晨1点 才回到家 但是 Body Fat 竟然 Body Fat 竟然走来升 我其中有一个 就传了个Message 给我教练朋友 就是昨天 昨天 昨晚教我做Hip Trust 那个朋友 他就 立刻 覆了我一句 你来M嘛 然后我就 立刻搜寻 月经体之星 然后就立刻出了一堆的 诶 资料出来 那就是 生理前期 痴激素和黄体 生成的激素 分泌会增加 会导致体脂上升 哇 我真的做完那一小时的Cardio 之后 我在厕所看到 我终于色彩 但是 为什么有教练没有跟我说 就是 他说 就是 NM有机会影响 但是他是没有 没有很specific 跟我说 原来NM的时候 会导致你这些 荷尔蒙分泌去上升 所以我就 去到我现在的心情 才稳定回来 不是说 那一个星期是 白费的 原来是因为身体里面 荷尔蒙的影响 NM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对女生比较容易碎中 也会比较容易形成 这个体脂上升的问题 哇 真的复杂了我整个小时的心情 幸好我现在才 心情稳定 就是稳定了少少 但是 对于 我来说 虽然我现在终于找出原因 可能最大的因素 就是因为NM 那里面 一些荷尔蒙的影响 第二 就是可能我吃的东西 分量真的太多 第三 就是有吃零食 第四 其实我自己也有想 可能是 我做完运动1点多 回家的时候 其实我有招式 就是这个可能性 但不紧了 so far 现在找到原因 就OK了 但是 距离我 比自己的目标日子 只剩下过几星期左右 所以今天的bodyfans 去到26.1% 我希望下个星期可以减到3% 去到23% 所以这个星期就要更加用心努力 无论在饮食 做运动方面 还有 而且 那就要更加节制 好了 今天这一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都陪我经历了这个高高跌跌 就是 唉 唉 我真的生气到 查查一下inbody 关掉了几句 我终于明白 大家做运动 因为在做运动的路上 我一直都属于 異肥和異瘦的体质 就是 我是拍片 我是很明显的效果 我猜不到 我自己也会有这个 这么糾结 这么忐忌的一天 就是我没想过 是会 这样升上去 真的会吓到我 心情是突然间沉了一沉 真的 不断 教练在跟我做PT的时候 都有不断的说 你现在是不是很不开心 我说是 幸好找到一个原因 好了 就是意表着 未来 这个星期我要更加努力 那 更加努力之外 应该效果会更加明显 好 那 希望这一条影片 也可以带到这些小知识给大家 大家见证着我 原来 做运动 做运动也有高高低低 除了看数字之外 原来做运动真的不是一尾 一次 一直线地跌下去 特别是女生来M的时候 原来body fat是会升的 而且 在经历这些 数字高高低低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你心情 我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未来会继续去更新 做运动的vlog 那大家喜欢的话 就记住subscribe这个channel 这段影片 我们一起在增肌减脂的路上 一起加油 bye